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两大显示卡巨头 AMD及灰达都已发表了新一代显示卡 目前上市的主要是高阶及旗舰级显示卡 主流市场的RTX4070,RTX4060,RX7800,RX7700 系列,2023年将陆续上市 此外,第四季度的显示卡市场已经扭转了颓势 市场也考虑看好显示卡厂商 汉逊、华晴、利台三大厂商股价出现大涨10%以上 甚至逼近20% 这也证明了这一变化 因为显示卡厂商放风说,坏日子要过去了 第四季度受益于新卡 运营表现要优于第三季度 虽然全年可能还会是亏损状态 但是2023年的运营会稳步回升 至于显示卡的库存 在各种购物节及黑五年底假期的促销带动下 轻库存的过程会加速 而且高阶显示卡的上市也会改善厂商的毛利率压力大减 而AMD的RX7900系列显示卡12月已经上市 尽管陷入了与RTX4080、RTX4090效能对比的争议中 但是并没有妨碍产品热销 毕竟价格更低的RX7900 XTX比RTX4090便宜不少 AMD的RX7000系列显示卡解禁上市 也有一波厂商第一时间推出了显示卡 包括华硕、技嘉等厂商 有人注意了这里面没有微星的身影 它可是全球三大主机板卡品牌之一 之前有人猜测说是微星不打算做A卡了 因为之前的RX6000系列显示卡亏损严重 虽然这些猜测很合理,但也是想多了 只是它没有公版 后面直接上微星的非公版RX7900系列 然而即便如此 AMD RX7900系列显示卡还是压力不小 因为12G和16G的问题 RTX4080自发表之初 口碑就不佳 后续来自媒体和用户的吐槽之声也是不举怨 但这些都没能抵挡住RTX4080的事实性热买 以美国著名电商新弹为例 显示卡销量榜单中 技嘉的RTX4080居然卖成了第一名 RTX4090销量永夺第三 过去几年中 AMD在先进工艺上都有优势的 特别是GPU显示卡上 率先使用了7nm及5nm工艺 汇达之前还在用12nm 8nm工艺 在RTX40系列上采用了台积电客制化的4n工艺 实际上也是5nm的 AMD的RX7900系列也是5nm工艺的 结果两边正式交战之后 RTX40系列显示卡不论在效能还是能效上都占优 这也是不少玩家最近对RX7900系列显示卡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5nm工艺 而且核心面积加起来差不多都是500平方毫米左右 N卡的5nm表现完胜 汇达这边只有价格贵的槽点了 不过RX7900算上一价 目前也没好到哪里去 其实现在这结果并不意外 这样的局面是汇达执行长黄仁勋早就看到的 早在2019年AMD率先使用7nm工艺 N卡还在用12nm及8nm工艺的时候 黄仁勋就解释过了 他认为台积电的7nm工艺是公开卖的 也想推销给汇达 但是汇达当时没有选择7nm 可能是觉得有点贵用不起 理由是如果一家公司只是依赖别人的工艺 自己的天才能力体现在哪里 他强调了汇达的天才就是工程师的能力 哪怕是在工艺落后的情况 汇达也做出了比友商先进工艺生产的显示卡 效能更好 能效更好 成本更低 而且功能更多的显示卡 现在回头来看 黄仁勋三年前的自夸并非吹牛 之前工艺落后一代都能赢 现在同样的工艺下 汇达在效能及能效上的优势更明显了 这就是他们不同于其他厂商的工程技术能力 当然 AMD也没有座椅代币 在与汇达显示卡的竞争中 如何压制后者的DLSS技术也是个关键 该技术也大幅提升游戏效能 最新的DLSS3更是宣称带来了三四倍游戏效能 AMD为此推出了FSR技术 即FidelityFX Super Resolution 这是AMD的超彩样康锯齿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用演算法提升游戏画质或者效能 汇达的DLSS还需要特定硬体 Intel的XESS也是类似的原理 不过DLSS限制在N卡平台 FSR及XESS都支援全平台 开放性更好 FSR已经发展了1.0版 2.0版 当前最新版是FSR 2.2 现在AMD也透露了该技术的最新情况 表示有230款游戏支援了FSR 其中101款游戏支援FSR 2.X版 单从游戏支援数量来说 目前的FSR已经不比DLSS差了 后者也200多款游戏支持 考虑到FSR的开放性 明年支援的游戏还会更多 AMD还要解决FSR效能的问题 这就要靠2023年推出的FSR 3了 核心技术是Fluid Motion Frames 细节没公布 应该跟DLSS 3中的真生成技术类似 FSR 3会大幅提升效能 AMD成会在部分游戏中 比FSR 2拥有两倍效能 挥达为了强化DLSS 3的阵容 之前被下架的RTX4080 12G 已经确定改名为RTX4070 Ti 会在2023年1月正式发表 Deekbench 5测试数据库里 已经出现了RTX4070 Ti 可以检测到7680个CUDA核心 12G显示记忆体 最高运行频率为2730MHz 该测试只跑了OpenCL效能 虽然只代表运算能力和游戏无关 但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尤其是纵向对比 RTX4070 Ti得到了214654分 对比上代RTX3070 Ti提升了足足46% 还是相当凶猛的 对比RTX4090、RTX4080 它分别低大约40%、20% 同时相当于RTX3090 Ti 93%的实力 甚至它比RX7900 XTX还要略高一点点 如此夸张的表现 就不得不对RX7900系列显示卡的效能问题产生质疑 很多玩家都已经觉得当前的效能不对劲 没有发挥出RDA3架构的完整效能 以至于面对RTX4070 Ti都有些无力 现在RX7900系列除了驱动软体优化 新布进的晶片也成为了一个选项 有爆料者称RX7900系列显示卡用的核心 Navi31现在的A0布进还有问题 这色气有一个是不工作的 有自身硬体玩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认为RDA3架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那就是增加了SIMD32单元之后 却没有相应的提升寄存器规格 这导致WAVE32单元内的VOPD格式下的两个FMA指令 只能同时使用一个原操作数寄存器 Opercent Register 一个共享的利级数 Immediate Value WAVE64下的情况也是类似 这就导致RDA3 GPU的内部运算资源紧张 实际发挥出来的峰值效能 只有理论值的六分之五 换言之就是浪费了超过16%的理论效能 如果新的GPU晶片获得改善 就意味着RTX4090领先RX7900XTX的优势 也就是6%或者16%左右 提升20%完全可以让其非光追效能追上RTX4090 但光追差距太大 完全不用想了 然而做新步进的晶片也不是说出就出的 也要至少几个月时间 不过AMD肯定不会再用RX7900XTX这个名字 到时候必然会以RX7950XTX发表 从而改善整体颓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